国民党全代会前的最后一场中场会就在这周三 据明天 那么据了解 已经有部分常委联署提案要求换人 而对此侯友宜表示 比赛当中会有障碍 但是他会超越 来到警局熟悉主场主持治安汇报 侯友宜先酸外溢兼 优先修法变成幽灵修法 他那一段时间都不动嘛 这场打得辛苦 出兵得攻执政党 后院还得防尸火 毕竟秘书长黄建廷在不分区议题上 和郭董说法有出入 谈的内容不清楚 但不忘喊话信官公要重情义 那郭董呢 也跟我们共同的理念 就是要下架民进党 共同捍卫中华民国 我想我们这个共同的理念是不变的 秘书长先点火 党主席再灭火 党和喉口径一致 团结意气要记得 不只对郭说 也对自家常委喊 全代会前最后一次中常会 据了解已有常委提案签名联署 希望党中央两个月内 整合非绿阵营后 再提最强人选 翻译举落吃下去 就是两字要换猴 比赛的过程当中 难免有一些障碍 我不但会超越障碍 我更会往前冲 党内统治狂步雷 猴想反攻前 还得先努力排雷 而郭台铭最近则是跟国民党秘书长 黄建廷隔空护杠 郭台铭最新在脸书发文 还拿三国演义中的离间计来比喻 说他对党一路是情义相挺 而对此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则 解读郭董此举是想拉近 跟国民党支持者的距离 其实我们看到昨天 郭伴发出的新闻稿 就是跟整个党装 感觉好像剑拔弩张 造成好像所有的支持者很焦虑 这篇脸书纹 感觉就是希望拉近 跟国民党支持者的距离 不要让所有的支持者 感到非常的失望或焦虑 也不要造成跟这些支持者的 恶度的伤害 但郭董给国民党的PTSD 四年后不止没痊愈 恐怕还变本加厉 听郭常委已先提案 联署要求整合最强人选 这里面没有针对任何人的 什么事情来做任何的攻击 大家都是一起 希望能够下架民运党来努力 人家坐在办公室里面 想东西先干掉自己 你还没下架民运党 先把自己先下架掉 你这有用吗 听郭联盟之一的省治会强调 这提案没有针对侯友宜 更没逼宫朱立伦希望党能履行 先前的三阶段整合承诺 郭派常委生气气 侯派常委也没要做着看戏 常会上会回击 郭董虽喊着别种离间计 但党内和谐 似乎早已回不去 2024总统进入热战 那么目前台面上 三位总统参选人 跟美国的关系 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详细由赵尔基的李作合 好2024蓝绿白的总统参选人 跟美方的互动 大家很关注 其中我们来看到的是侯友宜 他在日前接受 TVBS的节目专访的时候 就主动抛出 说接受合乎宪法的九二共识 还提到当选后要恢复四个月的义务一期 另外是成立新的特征组 以及撤费NCC 还有是全面使用核电 等等的五大证件 那当然其中 在四个月义务一的部分 也被外界解读说 是要强攻年轻人的选票 可是年轻人似乎有感度不高 因为我们看到在网络商量的部分 第一名是核电议题 第二名是宪法九二 反而是这个四个月义务一是排在第三的 可是这样的说法却传出引发美方的不满 美国是向蓝银提出关切 这可能会伤害到国民党和美国人的户信 另外是这义务一期的政见 恐怕会颠覆美方对于侯友宜原有的观感 而华府对侯友宜的负面印象 就怕会真的定型 这未来也影响到侯友宜如果要到美国 而AIT原本给华府评估 蓝绿白的总统参选人 他们是说赖清德是有风险 反而侯友宜是可以期待 柯文哲是不稳定 但是现在来说 美国对侯友宜的期望值 恐怕要大幅的降低 如今侯友宜变成很难信任 美方会让赖清德补考降低风险 像是赖清德投书华尔街日报 来保证延续蔡英文路线维持两岸现状 等于说现在美方跟这三位参选人的互动 大家也相当关注后续发展 侯友宜的民调低迷 党籍立委郑立文 近日也频频喊话党中央应该要换猴 而今天侯友宜进办执行长金浦聪 就特别点名郑立文 说他背后动机不单纯 加个记者叶峰伟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 民调低迷党籍立委郑立文 近日也频频喊话党中央应该马上换猴 还有侯友宜好好回去当新北市长就好 今天侯友进办执行长金浦聪 接手TVBS网路节目 邵康上线拿专访 就特别点名郑立文 指他背后的动机不单纯 讲得很好听 我不在乎我的未来 其实他也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判断 你像这个郑立文是 胡敦义秘书长提名的 他现在任期到了 对不对 不分区立委 对不分区立委到了 他有他的想法 当然要为他的未来想 那他自己盘算一下 他做这么大的动作 一次的话你可以说是情绪发泄 两次三次就不单纯了 对不对 一般来讲说会有情绪的发泄 我觉得这都可以 都可以体谅 但不是而且开始讲了一些 有的没的 官员党内不断有人提出唤猴 金浦聪表示有些人说是为党好 但背后动机不单纯 同时除了郑立文金浦聪 也点名近期 经常炮轰他的前立委邱毅 跟蔡正元 都是在分化国民党的团结 居心否测 但如果只是冲了他个人 那他还是愿意盖瓜承受 以上是文章 我这些出发 好 再来看网络声量 目前柯文哲在网络声量上 仍然是领先賴猴两人 而且专家点出 其实支持柯文哲的同温层 只有一成左右 他的声量不是虚胖 再请做横温分析 好 确实从网络声量来看 其实这三位总统参选人 还是以柯文哲独占凹头 尤其我们看到6月1号到7月5号的 将近一个月的声量则数 柯文哲就拿下了65万多 而就说到赖清德跟柯文哲 目前还是在网络上来讲 主流比较关注的参选人 柯文哲目前他是没有官位的 他只是民众党的主席 所以在很多的议题上 不见得就能够来比较发挥先的作用 所以他也说要维持确实是不容易的 那么大数据来说他稳定还是处在 比较高位 对他来讲当然也是一个肯定 是值得关注的候选人 可是很多人就说 会不会他这其实很多是同温层 因为来看看很多可能是这种粉丝团 或是社团讨论度比较高 那当然就会被责疑说 会不会他的网络声量 只是在这些群体当中 等于是虚胖 不过这渔行大数据的创办人 就分析说他认为 其实柯文哲的网络声量 来自同温层的 只有大概是一成 其他的网络声量都是外部的讨论 尤其我们看到的这个PTT的版上 讨论度是最高的 所以他认为柯文哲的网络声量 不是虚胖 不过有一个名为 新北市共辽国际海洋音乐季的 非官方粉专 最近突然PO出民调文 而且该份民调的第一名 就是柯文哲 外界质疑该粉专 是不是被柯粉收购 一度将永久停办的共辽海洋音乐季 在舆论压力后复活 没想到在开唱前的一个月 又有岸外安 非官方的粉专 突然在7号分享 总统大选民调柯文哲第一名 青绿的英帝大帝也转发 但是岸三柯文哲 可到海洋音乐季办演唱会 因为该粉专业被质疑 可能被柯粉收购了 尤其前版主也证实 已用虚拟货币易助 收购粉专这件事 并不符合成本的效益 那以现在行销的角度来讲 你要的是触及率 直接去收购一个粉专 并不符合原本的效益 熟悉网络生态的Z9 不认指控 毕竟该粉专仅6000多人 新版主也发话 说是看到民调文才求转让 更略带戏虐强调 仍在新北必须要对吼吼忠诚 反驳自己是柯粉 至于旧版主则坦言早想把粉专脱手 只是罚人问津 所以才突发奇想 改剖民调文商机警马上来 据悉因民调文才买粉专的市民音乐人 不过侯市府日前才印象停板音乐记 让阅迷不满 新版主2024挺谁 答案或许呼之欲出 QPP新闻 崔仲勤串柔 谈报道 另外舆情资料库最新调查 还发现下架民进党的氛围 还是持续的网上发酵 冲破六成 这也是赖清德声势难以拉抬的原因 再交给作合 好说到网路声量 那绿营的参选人赖清德 因为过去我们都会认为说 民进党是在网路上 比较容易获得年轻人的支持 可是来看到近一年的负面声量 则数比较 民进党的负面评价 却是居管的 而第二则是国民党 再来是民众党 主要还是因为受到 像是执政的时候发生的 论文案 高端疫苗 诈欺案 台南黑道勾结 等等的争议 也让民众是觉得比较有感的 和民生有相关的 过去累积的这些不满 就会一直积存在民众的心中 所以于情大数据的创办人 就分析说 下架民进党这样的氛围 已经是从四成七往上发酵 冲破六成了 这当然对民进党2024来说 是一大隐忧 尤其是执政党 很容易就有执政的包袱 这也会影响到赖清德的声势 还有另外影响的是 他和总统蔡英文的关系了 因为说到网军的部分 蔡英文的侧义力量 可能是最强的 现在看起来赖清德的 空战力量比较弱 所以创办人黎荣章就说 蔡英文跟赖清德的支持者 能不能够真的好好的融合 也会影响声势 而赖清德在社群方面 也认为他经营的可能还不够 因为脸书论坛和YouTube 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 网路声量没有办法拉抬的 原因之一就是在 网路议题可能相对来说 是比较弱的 所以未来是不是可以有 更精彩的论述 都还要再观察 看完了政治新闻 想要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也可以扫描我左手边的这个QR Code 下载TVBS新闻网APP 就可以一手掌握 民进党兼困选区立委提名最后一波 其中在北市中山北松山 林非凡退选之后 议员陈宜君表态出战 却一度传出党中央 要他跟武党籍的林亮君合作 让陈宜君当时还喊话 赖清德别放弃战友 最后党中央提名哈佛女孩 谢佩芬 最后一波民进党兼困选区立委提名拍板 中山北松山谢佩芬 台中丰元谢志忠 台中坦子大雅神刚谢子涵 新竹县第二选区是曾顺凯 永何则是里长赵敏源 高层跟这个基层 都是需要互相的沟通 没有沟通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连结的 中山跟北松山的选区 有我们非常多的优秀的 从政的党员也好 或者是我们本土派的议员也好 我一定会好好寻求他们的支持 会这样说是因为中山北松山 这个选区林非凡退选后 除了在地议员陈宜君表态愿意出战 但过程一度传出 党中央要和武党籍的议员林亮君合作 陈宜君还发文要赖主席别放弃战友 由于两人都是同选区议员 南部城也是担心林亮君选了立委 壮大声量 未来也会影响自己选情 主要是一开始基层他在问说 为什么你们民进党的议员都确战 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对抗王鸿威 是王鸿威很强吗 还是你们民进党的议员不敢确战呢 那当然当时候我才会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 我愿意为党承担 强调是为党考量 而民进党选对会也确定 桃园第六选区可能跟赵振宇继续合作 金门则是不提名保留空间 那不是等于一人鸡排妹出局 目前没有这样的人选的考量 那本党自己内部的征召 或者礼让的进度 已经到这边一个结束 千呼万唤人选敲定 但能否达成赖主席喊出的国会过半目标 还得打上问号 TVBS由姜明哈无可 以最后AJG消除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